这位男士的额头宽广 眉毛厚重 反映他的早年运势好 人聪明好学 也能得到父母长辈的庇护 他的家境也优渥 从小到大肯定也是衣食无忧的 他的眼睛相对他的眉毛来说 略显小了点 包括他眉毛以下的其他部位 都没有能够延续他眉毛和额头的大气 所以说他的人生运势会高开低走 他早年的好运并不会贯穿他的一生 父母长辈对他的助力再多 他们也终有老去的一天 人生啊终究还是要靠自己 他的眼睛小其实倒还好 因为眼睛小能聚神不露神 对他的运势并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吧 他的鼻子也稍小 对于男人来讲 鼻子小的运势就很难有提升了 鼻子小的男士通常来说都缺少主见和谋略 在出入社会的时候很容易上当受骗 同时鼻子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事业工 因此他的事业格局不大 财运呢有 但是不大 他的人中代沟 代表他子嗣风龙 他的下颌骨有点偏斜 加上下巴也代沟 那就说明他晚年时候 容易为众多的子女忙碌 所以说他也是典型的有头无尾的面相